叫我成云就好了 那我觉得 对 因为我跟所有的朋友相处的都像家人 对 我希望就是成云 成云就是我 我就是成云 有一个家人的概念 对对对 所以成云在协助很多人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今天大家想要知道 就冲着你而来 你要嘛就有很分辨故事 要嘛你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是你有什么故事 我们没有办法出来 音乐灵疗 你看 这个音乐灵疗 又会启动好命敌人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什么是音乐灵疗呢 音乐灵疗 我直接说吧 成云可以跟你们的灵魂对话 那跟灵魂对话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让所有的朋友 各自在最适当的时间了解 你灵魂生命所带来的 那个剧本 那当然每一个人 来到我的身边 然后探讨他自己的灵魂 实际不一样 时间点也不相红 那也因着你的 与我相会的时间点 一定会给你最适当 当下的灵魂沟通 那为什么要音乐灵疗呢 其实有很多人会误解 成云要有音乐 才会收到天的讯息 其实不必 成云收讯息 不用 成云收讯息 只要把心静下来 我是用我的心 用我的灵魂 跟我的神做监处 那更是呢 在整个宇宙当中 我们要改造自己 要改变自己 艺术很重要 那因为每一个人 都要放松 总不能 来到成云身边 我就放一幅画 你就看着画 然后看着画之后 你心里就有很多的想法 对不对 可是跟成云的灵疗 是不能有想法的 包括成云 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也没有想法 不能有想法 到没有想法 神要给我的 所有的智慧 就 就见了 这算是一个很特别的 真的深度跟灵魂沟通 那灵魂一般我们是看 一见也摸不着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以艺术的诗篇 还有音乐的深层放松 你自然而然 是不是会说出 像志祺哥刚才分享 这首故事是不是 会专属每个人的故事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我知道艺术很重要 那我的神也告诉我 艺术非常的重要 那刚好我从小也学音乐 那也因此 在每一次的音乐 点选都是 我收到讯息 为大家当下点选的 那我在跟每一个灵魂 我们在做灵魂沟通的时候 也是艺术的诗篇 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知道吗 有的人呼呼大睡 还会打呼挺好的 真的吗 我知道的是 比如那一位正拿着摄影师的痴涵 他那次都鼓得很厉害 我都请他离远一点 你才会变成黄大哥 而且听说在音乐领导的过程当中 不是你随便说说就算 你还会全程录音 这是一定要的 我要对我自己负责 对我的神负责 对大家负责任 所以我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全程录音公开的 因此我们有很长的团队 公开喔 那会不会泄漏 诶当然不可能 拿个资法那么严格 我怕被抓捏 像我在外面很风流 我看你这个样子 就有一点点像 好像想要来泡我的袜 很新秀 你这是准备好了 外面有什么人要来逮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 我觉得有一些 如果第一次认识成一个人 要是我 我也觉得 因为跟你聊 然后我要躺着 看到我你会怕吗 不关心很合爱可亲 对啊 但是不知道会施什么魔法 魔法 诶 这个等一下听说 有安排 要给我们现场体验 对不对 对啊 这样比较安全 搞不好 等一下大家都全部打呼 然后门也锁起来 大家都出不去 出不去 门放开 很可怕 所以今天你要是很轻松 而且很愉快的 并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仪式 没有 其实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把能够与神沟通 看得太严肃了 很多人很怕我 我也不知道在怕什么 你看到我 那么和爱可亲 长得那么可爱 就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你害怕的 可是大家都认为 只要看到成云 就能够马上透析到你的深处 其实 就是 你会这么无聊吗 我就是没这么无聊啊 你会想 这位帅哥 你今天买了一双袜子 这位肯德基爷爷 哦哦哦哦 哎呀哎呀 是我们的贵妮 张经理啊 没有 其实我除了在我传递讯息的时候 平常我绝对不会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 或者我人生经验 去对于每一个人做打量 那个是不必要的 我的工作 我的愿是要协助大家都走向幸福 那如果我每一个人都去打量他们 我铁定一定知道很多私事 我会很讨厌他们 哦 但我我的世界里不能讨厌任何人 我在里面 我都是喜欢的 就像我能够跟你同台 我真的好喜欢 哇 你讲话怎么那么德己 我好德己 我觉得 我正在你旁边好像有点愧对我的父母 因为我今天还要靠你 还要靠我 对对对对对 没有 今天倒是严重 那这一本书 跟音乐领寥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叫做 人间天雨天人行 而且是二对不对 那有二应该就有一吧 有 那三四五六呢 我 因为我所传递的都是 在每一个时期 宇宙当中 当下传递下来的智慧 那因为在这本书 连到第一本书 已经是一年的时间 事实上这本书当中 我开始有筑记上日期 那已经太晚了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 出出太慢了 那个进度赶不上 赵学的进度 赶不上 对赶不上 宇宙所降下来 事实的智慧 也因此 接下来 我预定六月 还会再出第三本 所以到时候 各位 荷包要准备了 今天红包拿了 就先存起来 要买人间天雨天的行 塞 而且这个人间天雨天人行当中 所传递的智慧 都是我在做大家一起座谈会的智慧的传递 还不包括个人的一对一的修路的传递 本人间天雨天人行2 是收录了那个心灵记忆的课程 对 所以对大家有点像我们等下要体验的这样子 对 就像等一下体验也是全程录音 全程录音之后 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大家都是志工 都是无私无为的奉献 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会把全部的内容 内容文字化 也因此 应该是后天就可以刊登了 今天的内容 对 那大家要主持说 看一下部落格的那个 还有我们观光的发布 那这个书里面我翻过 我记得要帮我支持了一下 谢谢 那这里面的那个文字 它是没有标点符号 没有 因为 就在神所降世的智慧当中 我们人类不能有半点诠释 也因此 每一个空格处都是陈云有停顿 就直接空格 也因此 我从来也不诠释 就是可能你做完就不负责任不解释 这 这个意思 没有 先生我们还要同台 我负责任 只是我降世的主文 不过我说实在 我降世的主文公开之后 我从来也不能有任何的阅读的机会 因为我就是要知道这一点 对 我不能阅读 所以在我的头脑里是没有记忆的 不能有任何记忆 但是 当我做完这样子的音乐灵疗的降世之后 还是会给我适当的能量 让我能够解释刚刚降世的智慧 哇这好奇妙喔 对 那这本书我还有注意到一个地方 就是大家有没有 手上有书的吗 有没有 大家看一下 一打开是不是就有一张CD 这是有声书 那这个有声书的用意是为了什么 嗯 里面有两首的对 对两首 我想 这个在我传递的过程当中 对 大家手上拿到的书 所看到的智慧 都是已经过了时间的 那为了这本书 每一次会有当下的 这个时候的 一个阶段的传递 对一个阶段的传递 没错 然后里面的音乐很好听 音乐 对啊 那个是 艾芳 艾芳的创作 有一位心灵音乐创作者 听说今天也来到现场吗 对 那他太低调了 我也不敢看他 我也不敢看 因为是个大正妹 那我觉得 看了他我觉得 我就想他 都怪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要触碰到他 听说他等一下会现场的live 对 老师的 不要老师 陈云的 这个艺术的诗篇 作业结合 我通常 每一次的 艺术匠的传递 都是现场放CD 但是今天很荣幸的 能够邀请到 我们创作者 艾芳 亲自来到现场 对 亲自来到现场演奏 因为他太低调了 他就嘱咐我 千万不能让他低调铺 好 他会让我走不出这个门 这样 好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先站好不好 老师先跟我们所有的fancy 大家拿着说完高举你的 人间天语天人行 让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 好不好 还有我们这个协会 做一个很清楚的记录 来 有请我们的 陈云好 10 大家在这边 对 大家既然把书举高 然后露出你的脸 露出你的脸 不要拿书挡你的脸 来 我们工作人员也来一本好不好 我们陈云的 陈云的书 陈云的书 来 大家要尽量 有没有广角镜头喔 脸最大 脸最大 不会我们会修图 哈哈哈哈 陈云真的好可爱 来 大家标举你的书 露出你的脸喔 启动好命DNA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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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个现在记卡不用钱喔 来 多拍几张 这位是专 专门到各大展场拍showgirl 从0到99岁他都拍了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OK 谢谢陈云 不是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接受不错的灵魂DNA 就是要很 没有礼貌 谢谢陈云 陈云看 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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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半年以上 好像八个月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美丽的见证 我不强调什么神迹 因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那丽举小姐知道今天是陈云的签署会 她特别也准备了一段影片 要跟大家分享 在整个过程当中 接受陈云的陪伴 因为当然陈云我们知道她是一个非常nice 非常亲切的人 在音乐领导的过程当中 她陪伴着大家成长 走过各自宿命当中的艰辛 以及难受 当然也有你的快乐 她都一起跟你分享 一起走过就像一个小妈妈一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一起来看 我们陈云可以做一下